哈利路亚,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 ich grüß Sie alle 我们奉罪书圣明,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聚会 nun beginnen wir unseren Gottesdienst, im Namen Jesu 感谢主,我们已经很知道 那个最基本的,有九样的树林的恩赐 Gott sei Dank, wir kennen nun diese grundlegenden neuen Gaben des Geistes 那这个树林恩赐,每个人都会有 jeder hat diese Gaben 那不一定说每样都有 nicht jeder hat alle Gaben 那有时候神感动你就有了 或是他给你你就有 aber je nachdem wie Gott uns bewegt haben wir etliche Gaben von diesen 我在祷告的时候就想到 那个Betty阿姨她 最后留在我耳朵的一句话 bei Beten ist mir eingefallen was mir geblieben ist, was Betty gesagt hat 她星期五晚上的 就是她要离世前一天的星期五晚上 那我们 Mannheim这边有查经聚会 hatten wir hier in Mannheim Bibelstunde 她那个晚上查经聚会 她也跟我们一起祷告 那个是会前祷告有十分钟 那完了之后她就跟我讲了说 那个主耶稣很爱我 那这个我们一般人会常会讲的 那这个我们一般人会常会讲的 一般人比较少讲的 那她忽然讲了 她说我也爱耶稣啊 我说我感谢主啊 那我们就没有再讲话了 那我后来再想 怎么会有人讲这个话 那我后来再想 怎么会有人讲这个话 就是说神赐给人的 在这个时候他讲出来的话 所以这个是从神来的智慧的言语啊 那这个是第一项的恩赐啊 那这个是第一项的恩赐啊 那平常我们信徒里面 你会常常听到智慧的言语啊 你一听就想 这个很属灵的话语 这个从你的内心 从你的灵里面有感动 这个不是社会有人讲的很新奇啦 很特别啦 很好笑啦 这是那个属灵的智慧 的言语啊 那这个属灵呢 也有什么知识的言语 知识的言语 那我讲的是说 我们有时候把那个属灵恩赐 想得好高好远啊 其实就在你身旁 那我们今天特别来讲 属灵恩赐的搭配 那我们来看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那我们来看 1. Korinther 12 24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经文的这个字 从这里来 那24节 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 但神搭配这身子 把加倍的体面 给那有缺欠的肢体 那我们第一点要讲就是说 神搭配这个身子 这个搭配 不是你来想说 这个适合我 我们就要搭在一起 我们看到这里是呢 我们现在讲这个的话 就是这个身子是什么 那我们知道 这个十二节 上次讲过了 这个身子就是 耶稣基督的身体 那我们也画过 耶稣的身体是很大 大到 是从创世的亚当 一直到最后一个信徒 这个整体的得救人 就是一个耶稣的身体 他包学所属的所有的这些人 但是呢 他在历史上面 到后面 这个他从这里通过到这里 我们现在是在 真耶稣教会的时代里面 我们是在最后一半或一半的 这一段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也是耶稣的身体 这是在历史里面 那这个身体是怎么把它组起来的 我们来看第十三节 这里说 不管是犹太人 是新人 是维奴的 是自主的 就从一位圣灵 受了喜成为一个身体 云以一位圣灵 在这里如果 你这一节中文的话 你会把它三分 其实这个 他在翻译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这个 其实这是在这一节里面 只有两个主动词而已 主要的动词 都是在这个未能的 就是动词 好 第一个就是那个什么 受喜 第一个是 第二个是 喝 在这里应该 如果照真的翻译的话 应该是说 不管你是 我们是谁谁谁呢 都从 这中文是说 从啦 都在 应该是在里面 或是拜 或是借着什么 借着一位圣灵 洗礼成了一个身体 那也就是说 你要进入到这个身体的 第一步是什么 在灵里面接受洗礼 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 在灵里做起 不是说你得到圣灵 这个是两回事 就是说 在洗礼的时候 有神的灵的运行 所以有赦罪的功效 你坐在灵里面 受洗之后 才进入到这个身体 所以你历史上 你是在这里 对不对 其实你这个人 其实是在这个整个的里面 但是在历史上面 你所看到的 就是 比如说我们这些人 然后我 那我们常常忘记 Betty爱也是我们里面的一个 虽然他不在 有一天会看到 那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 你怎么 所以圣体很重要是 借着在灵里面的洗礼 在灵里面有圣灵功效 进入到耶稣基督 那你进到这个身体之后 有一个目的 我们知道 神把我们选招出来 然后让我们洗礼 在后面 其实最后面 是耶稣有一个手把 你怎么 把这个东西 放到这个身体里面 我们看18节 18节说 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 把肢体 那个 具各安排在身子上 所以 最后面其实是神的手在 你走走 走 所以 所以 我们每个人现在已经受洗 进入到耶稣的身体里面了 所以你进来一定有用 耳朵会不会长这样子 这是你决定的吗 你有没有决定过 你耳朵要长得什么型 但是你会说 但是你会说我去诊笼就变形了 我要一个那个 ET的耳朵 这个不是真正的 在这个身体里面 当然有时候 身体会长一些 你不是自然的东西 比如说 你长流 长什么 这些都是 说老师 不是属这个身体的 是病 那耶稣的身体 经过了时间空间 那他一定会长大 那在这个长大当中 我们来看十二章 那个罗马书十二章 罗马书十二章这里也是讲到恩赐 我们来看第十二章 我们来看第二节 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 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 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的何无忠道 这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节 Vers drei oder zwei 那个三 Vers drei 德文翻得很好 就是你要衡量 你是在哪个部位的 那每次讲到这种 我会讲到 你会想到 如果你是中国人的话 念中文 在中文长大 你一听到中道 你就会讲什么样 不偏走 不偏有中庸之道 也不要太 有人讲到说 也不要太热心 也不要很冷淡 这个没有这种话的 就中道 中庸之道 这个不是中国的 中庸之道 那个中道 这个不可以用中文的 中道来讲 中国人最喜欢讲中道 这个跟中文的中道没有关系的 欢意不太好 这里所讲的 所谓的中文这种道是说 你看你是该在哪里 就在哪里 这个就是换到我们 我们刚才讲 神把你选来 把你放在一个地方 我们刚才说 神选了一个耳朵 当然神还要再选一个耳朵 我们用身体来讲 如果我们现在在身体的身体 我们现在在身体的身体 好了 你本来你是当耳朵啊 und ich soll jetzt zum Beispiel das Ohr sein 你讲说 怎么又来了一个耳朵 und wenn ich dann aber ein anderes Ohr sehe und mich überrasche und denke und da gibt es ja noch ein Ohr ja不对啊 das kann doch nicht sein und es ist Gott der das alles zusammenfügt und zu einem ganzen macht und nicht wir dass wir sagen das passt und das passt nicht 你可以想啊 那个接天线的那个大耳朵 对不对 一个就够了 你再拿一个来干什么 把他笑掉 神说不对 我要两个 因为这是身体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了 这个是 所以耶稣的身体 用有机体 可以长大的 有机体 就是 所以 会成长的 也可能会生病的 有过程的 但我们知道 到最后要完全 也就是说 完全之前 已经是不完全 所以 神的身体 就是 耶稣的身体 是用身体 就是教会用身体 来比喻的 没有说 耶稣的身体 好像一块金子 那就 那就 就完了嘛 所谓完了 就是说 就不用再讲什么 金子也不会变坏 金子也不会再变好 你练到 已经 999了 你练到100 所以圣经 用什么来比喻 神的道理 不是用身子 来比较 神的话 是什么 金子 就是这样 所以圣经里面 比喻 是一个 让我们可以思考的 我们再继续看第三节 哥林多前 那个 罗马书十二章 第四节 三节 现在要讲 和乎中道 什么意思呢 就好像我们一个身子上 有好些肢体 那肢体也不是 都一样的用处 教会有小孩 你想说小孩没用 你有没有想到小孩 也有 属灵的恩赐 有啊 这个小孩已经受洗了 在耶稣的宝血里面 还是小孩 真的小孩 他如果 来聚会 他笑一下 你会感觉什么 你一定要这样 如果你是真的 有那个属灵的一体感 你想说 天国就像这样 这个就是神给他的恩赐 并且这个小孩 他有一个 在教会里面 有一个未来的成长 一个希望 那以后 这个是大家 到最后 你也老了 他后来也老了 一直到天国去 所以每个都要有用处的 我们来看第五节 我们这许多人 在基督里成为一生 互相联络 做肢体 也是如此 这里所要表达的就是 第一点就是我们刚所讲的 那个什么 搭配 各个不一样 如果全都一样 你可以想 如果耶稣的身体 是一块 纯金 那我们每个人 都是一点金 对不对 一样不一样 一样啊 无论你是 在这里金 那里金 金都是金 其实圣经不是用金子来比喻 是一个圣子 那每个人当一个什么 当肢体 那每个都不一样 那在不一样里面 才要搭配 如果是一样的话 我们都是纯金 要不要搭配 随便 随便 都可以 但是 那个我们知道 如果都是四方形 四方形的 你就是随便怎么错 也就是一个四方形 对不对 那个小孩玩的 这一块跟这一块不一样 你猜 到底这是放哪里 这是指的 这是边边 对不对 在这一块不一样的 要不一样啦 如果全一样的话 那就大家都四方形的 随便 凑一凑 就四方形了 都是金 合起来就是金了嘛 随便合 你这块在那里 那一块 所以这里讲 是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用处 所以才要被搭配 所以这个教会本身 最后面是神搭配的 那当然 在搭配的时候 可能不小心 有那个什么垃圾跑进来 那当然讲到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主题 那到最后 这个就不属于这个身体的 像保罗所讲的 就会出去了 不管再怎么好 你说 如果是一个正常人 现在身体 那个器官移植很不错嘛 如果有一个这么大的 那个牛眼睛 要说这个是 你放下去你的眼睛 你就怎么样 看一千里 放在你眼睛 你要不要 现在可以 我们可以 要用一个 不会的 神不会做这种事 我们也不需要 但神不会这样子 不会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 不错的 我们也不需要 那我们再来看 第六节 刚刚第五节说 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那怎么办呢 所以第五节 我们这许多人 在基督里成为一生 互相联络做肢体 也是如此 神搭配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互相联络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你如果不互相联络 我们知道 你这个身体 如果不互相联络 你会慢慢怎么样 萎缩 会掉出去了 谁没有与其他人 或者没有与其他人 他会在这一段时间 比较小 然后最后 会掉出 那个 什么 糖尿病有这个危险性 我真的 我也 在内心里很警惕就是 我看到一个 我去他家至少两三次 那个时候 他就是传道了 一传道 不是我讲讲 第一次去 他举脚 举脚 他说 哎哟怎么这样 他说是糖尿病 他说 哦 diabetes 因为这个不把它切掉的话 会死掉 会坏死 但是他听他这样讲 他根本就不是很在意 但是又很受苦 他虽然疼 他虽然疼 但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 好像没有办法 不吃巧克力 似乎 他从小吃到大 因为他从小吃到大 后来 有的人有这样思想 就说 宁可吃死也不要饿死 宁可就吃到死 也不要说饿死 人家说 其实这种话都不对的 后来再过不久 再去 他已经是两个脚都没有了 因为没有办法 不能说感谢 后来心里很难过 后来就不用再去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你的身体 这一部分 没有办法 跟你的心脏 你的血液连络 因为这病毒 把一种体育 相互相互 那我们看 第六节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 各有不同 每个人会得 不一样的恩赐 那我们来看 第七节 或做执事 就当专一执事 或做教导的 就当专一教导 我们现在有很多 宗教教育教员 你有没有得到恩赐 至少一定有 因为你是教导 你做教导的 你在教人 所以这个时候 就要教导 你在教导的时候 其实那个就是 你表现出来 神给你的恩赐 这要继续在追求的 也说你要教得更好 更好更好 但是这个我自己要检讨 因为自己当传道 没当非常好 所以我们互相免续 那你会想 这样跟学校的老师 有不一样吗 教的方式应该是一样 你看我们中学教员训练 也是叫你要写教案 我现在怎么样 不知道了 要写教案 你要怎么讲 用什么方式来教 你是用什么方法 当然用启发式 启发就是 或是用问答的 有时候用背诵的 起来 一直重复 这个都在教学法里面有 我们教中要教 要不要教学法 一定要的 但是呢 你跟那个学校老师 不一样在哪里 他们是可能 有他们的理想 他们的兴趣 他们对人类的 这个教育 有兴趣 你是不是为了这个 去做 也可以 但是 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不是属灵的恩赐 这个不是属灵的恩赐 你的属灵恩赐在哪里 因为你是在 这一书教会的 一个一份子 你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 因为奉耶稣的名来做这个事 耶稣就在你旁边 耶稣就在你心里 耶稣就在你心里 耶稣就在我们上面 这个才是属灵的恩赐的表达 所以是 你当中学教育老师也是 我们看第八节 或做劝化的 就当专一劝化 所以 你那个不守规矩了 他说 不要这样子嘛 所以你违反规矩了 被讲的当然不高兴 但是讲的人也要有勇气 为什么 这个社会如果是一个俱乐部的话 管你的 我今天来这里玩一玩 跳一跳就回家了 生气什么 所以这里说 做教化的 就是这里是用恩赐 那就这样专一劝化 那这个整体要成长的 那接下来就是 施舍的就当诚实 这是用恩赐 如果你说 我就是感谢主 我到教会去很享受 然后呢 有人问安 那又吃爱餐 那教会也整理得不错 冬天就很温暖 夏天又有那个什么 冷气 感谢主啊 神给我很多 恩典满满 在这个时候你要想到 这些你是想说 这不是你 你没有祈求 那个属灵的恩赐 这里讲施舍 是一种属灵的恩赐 所以说是给 这有两个方向 正常的就是 在教会里面 你要给出去 你把你的能力 从神得到的能量 给别人 所以耶稣讲了 你给别人 比你接受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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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福 我们常讲说 耶稣爱我 爱我 爱我 我好幸福 我们只说 耶稣爱我 我感谢主 对了 但是 我刚讲的 我开场白讲的 Betty还最后留给我的意思说 我也爱耶稣 我爱耶稣 我刚才说 Betty dann auch说 我爱耶稣 然后接下来就 你怎么爱耶稣 是嘴巴的还是真的 从内心讲 真的你爱耶稣 你爱耶稣 你就施舍 好久你们没有来 现场聚会了 你现在已经不再来 到这个地方 你等一下也会了 昨天 上个礼拜 我们还在吃 Betty阿姨的 那个什么 那个辣椒 是不是最后一罐 我不知道 我平常不吃辣椒的 我也吃一下 但是 泪留在内心 我们教会一般 如果人活着 不会说 讲他怎么好 但是人死了 这可以思念 那给我们当榜样 那这里是施舍 那这个另外一个 给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就是 正印里面的 那个 吸血虫 是力 啊 这就是 就像在语言 写的写语 写的写语 他们讲 给呀 给呀 他们说 给呀 给呀 它是相反的说 给呀 给呀 总是感觉 人家给你不够 那他一直没有 有足够的 教会爱心不够 在那里 说他没有 有足够的 菜不好 那吃不够的 我是随便讲 冷气不够能 气队的位置 是不凉了 我现在说 只有一些例子 这不是 例子 不够考虑的例子 什么都不满意 常常讲 啊 这个就不是 属灵的恩赐 那有人在社会 你会受影响 你把教会 这个团体 当成那个政治团体 那如果是政治 不一样 政治是 谁做什么 如果说 譬如说 谁当主席 你是反对党 一定要反对 你不反对 就失职 他做得很好 你也说 还不够好 所以 有一些 我还没有亲自遇过 只是听人家讲 不在我们当中 也不在 真的 有人说 很少有一个信息 他说 我又不是 我又不是 那个举手的 就是说举手部队 不是说教会做什么 对对对 我自己有思考的 我不是举手的部队 他对政治很有兴趣 错了 但这不是正确 教会不是 政治团体 这是一个家 这是一个身体 你这个身体 他如果有病 如果是真的有病 你要把他 敷好 你不是说 你这里有一个 受伤的 对不对 你怎么办 不长膿 这个没有用 看啊 换人做作 换别人来做 这个政治最会讲 做那么久了 换人做 下来 不是换我吗 不是换我吗 这个身体是 耶稣配合的 如果你感觉 把我配在这里不对啊 我们也不能说 我正在犯的位置 你要祷告啊 主耶稣会把你配到 更好的地方 那我们再来看 自理的就当殷勤 那个第八节 刚刚讲 再来就是 是怜悲人的就当甘心 所以如果你是怜悲人的 我们家会有一些 弟兄姐妹啊 特别有怜悲的心啊 当然他年纪比我想 我都想起好几个人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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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现在 我当然不能讲 我要记下 但是呢 我可能 没有机会再讲 为什么呢 他年纪比我小 如果讲出来 不行啊 那 怎么讲 这些都告诉我们 这些都是恩赐啊 自理的也是 也是哦 但是你 就要殷勤啊 不是 掛个名 那感谢神 我们因为有神的带领 真的是很认真做的 那这些呢 都是要互相搭配 所以最高的是什么 互相搭配 所谓的 互相搭配 就是互相照顾了 dass man sich gegenseitig kümmert 这样 不是单方面的 nicht einseitig 所以每一个都动起来 sondern gegenseitig 我们来看 教导台书 五章十五节 你们要谨慎啊 五章十五节 五章十五节 若相要相吞 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表示你们不是 这个身体里面的 你若属于这个身体里面的 你是互相帮助 互相交通 因为你是 从耶稣搭配的 如果你在这里面 相咬 相吞 总是好像不对 两个叫吞死 也是排出去 最后我们念一节 一部首书四章十六节 四章十六节 这个身体呢 这个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 百节各案其子 照着个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这个身体 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平均里面的 为了 好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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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